新冠疫情迈向地方流行病之后 自行检测成为了另一种新常态 但是民众却只能够在药剂行购买到快筛试剂盒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今天就宣布 将把快筛试剂盒的销售扩大到购物中心 连锁商店和邮站 而另外贸销部副部长拿督罗索华锡也表示 政府不会再为快筛试剂盒制定新的顶价 而是交由市场自由定价 另外部长压力山大在文告中指出 自25号开放申请以来 已经有超过2500家的商店 成功获得了快筛试剂盒的销售权 政府预计将会有1万家的商店 加入这个行列 想要申请快筛试剂盒销售权的商家 可以电邮到荧幕上的网址提出申请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